297 行政長官應有的條件 下、2015年7月22日NUSA24宣公解碼宣明揚上週談及 《基本法》有關何謂高度自治及何謂高度自治的範圍都存有相當灰色地帶 容許各方在不同層次或甚至不同理念去演繹和解釋 因而達至不同的結論 我的故友羅德成認為 因為香港在《基本法》之下繼續實施普通法 有意於國家的大陸法 在終審情況之下遲早會觸及普通法與大陸法接軌的問題 他最大的憂慮在於普通法時沒有釋法者為是 接受普通法訓練的法律從業者普遍對此有很大的抗拒 因為這是他們信服解釋法律是法庭的份內是 法庭判決的抗例經過入職與類對原有法律條問題 提供豐富的深入內容及層次 他預見於有朝一日有釋法的需要 這些由抗拒而遵存在這些法律從業者心中的不滿 及不抗情緒會隨之爆發 他以為在一國兩制之下 雖則香港有《基本法》保障我們以普通法行事的優良傳統 但《基本法》第158條同時有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 需要對《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 或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 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 在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中局判決之前 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他意識到以上所有的罪都是原則性 從未經過實淺的洗禮,沒有先例可緩 基於同樣道理,何謂高度自治及何謂高度自治範圍的細則 亦有待透過實淺去確定 在他看來,這實淺的過程區區滿途 會提供不少機會給質疑一國兩制的人士去削弱及損壞 上述兩個層面都掩掩說明行政長官面對的最大挑戰因他身處小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所引出的兩制間的夾縫狀態而導致 行政長官任重道員,如沒有心裡準備去背負這個十字架 將無意面對自己,面對香港及面對國家 網站文章,2015年7月22日尊公解碼 讓行政長官應有的條件,下HTTP 無號相斜線www.am730.com.hk 赤線Columbia 或 線273996 公開 要來 家企業 公開 無號相斜線